今天已经是2017年的1月4号 不过去年的华晓5000万拨款 到今天还没有拿到 针对此事 马华总会长兼交通部长廖忠来 今天出席内阁会议之后 向记者发表谈话 在内阁会议之前 我跟家乡见了这个教育部长 我都会马迪卡列 讨论了有关华晓拨款的问题 了解了它的情况 我们过后直接会见财政部长 就是首相的随乃接 把这个华晓拨款 7年2016年存款的拨款 并且即时的拨款下来 首相了解了整个情况过后 我答应会迅速地处理 所以这个款项 我相信在近期间 应该能够处理直接 廖忠来也说 除了华晓 国民兴中学的拨款 也会尽速处理 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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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 就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